各位学员,大家好 这是CSRF漏洞工资役的第三节课 CSRF的检测与利用 CSRF的检测方式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手工检测 第二个是半自动的检测 手工检测主要是手工编写POC的代码 然后进行测试 半自动检测主要是通过工具 CSRF TEST和OPUS WEA的这两款工具 CSRF工具的利用方式主要有 以下几个,第一个是可以修改个人信息 如就是说汇款的个人信息 把它修改之后,别人进行汇款的时候 转到另一个汇款账号 第二个是一些转账的操作 第三个是可以在后台增加管理员 最后一个是CSRF的GETSHOW 或者是TOPUS的这些操作 这里我们在服务器上面 搭建了一个测试的网站 主要进行一些CSRF的实力演示 如何进行检测和利用 我们在测试网站的后台管理处 有添加管理处有添加管理员操作 我们就来进行添加管理员 看一看这个操作是否存在CSRF工具 打开网站 我们现在是在虚拟机进行搭建 我们来进行登陆后台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管理员管理 有一个管理员就是admin 我们在这边进行添加 打开GoffSuite 进行检测的利用 通过半自动的攻击方法 我们增加一个 123123密码123的管理员账号 进行拦截 打开监听 提交数据 在这里我们是如何进行 CSRF工具的POC生产的呢 我们点右键 这边可以有一个generateCSRF POC 就是生产CSRF POC的代码 可以看到 BossSuite会自动进行生产 我们可以test in browser 就是游览器的意思 打开复制 打开网页 打开网页 先把本地的drop的放弃 关闭看一下 先来看一下有没有管理员 还是一个管理员 打开 把拦截去的 还是得把拦截连接上来 打开 然后点Submit 提交 我可以看到 恭喜你管理员已经听到成功了 我们在前台可以看一下 确实 123的管理员已经进行成功的添加 这就是通过 BossSuite的生成CSRF POC的办法来进行检测的 当然它还有一个 生成了一个HTML代码 我们可以copyHTML代码 然后放到 就是tml页面里面 保存 我先来把这个删除 管理员就只剩下一个了 点这个 我发现 123的管理员也是会进行成功的添加 我们到管理员可以看到 确实123是已经成功添加了 这就是CSRF检测举利用 主要是看你的后台有没有一些功能 比如添加管理员 我们来测试一下 这个是会不会存在CSRF的工具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WASP出的一款工具 它会监听在本地的8080 把8008 在这边监听一下 可以看一下 也是本地的8008 然后我们先把数据填好 在这边可以start recording 打开录制 开始录制 点击 开始录制 提交数据 可以看到 会把数据抓下来 我们生成一个页面 保存 保存 保存到 desktop 放这个里面 添加了两次 它第一次是 我们在这边添加了一次 第二次是通过访问网页的方式 又添加了一次 现在把它关闭 关了之后 我先来看一下ADM代码 会发现跟刚才差不多 也是通过提交这个phone表单之后 再加拿管理员 先来删除 打开 打开 可以看到管理员也已经成功的添加了 再前打开一下 好像管理员是成功可以添加的 这就是OVASP的 csr test的 最常用的功能 它是比较简单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csrf攻击与其他漏洞的配合 我们这里发现了一个 在前台发现了一个XSS漏洞 我们就来通过 XSS与csrf来配合 进行一些更高级的攻击方式 我们用到了一个XSS的平台 是在网上随便找的 你找第一个随便找到一个 成功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刚才建了一个模块 刚才建了一个项目 打开配置代码 这里就是我们的项目代码 主要是rx提交数据 提交 这个页面 提交的数据就是这个 跟刚才的放表单提交差不多 来 打开 复制这个链接 到 他的前台 在这边有一个在线留言 我们给管理员留一个言 这边我们 一边没有实现 去把html改成ASP就可以了 我可以留言的标题是 可以进行一些其他的高级的留言 管理员这边可以见 管理员有个问题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 比如说可以这样 把这个xss的攻击链接放在这边 就放一个吧 提交信息 我们提交之后 就在这边显示 我们到后台可以看一下 管理员到后台看的时候 这边要清除一下 转移一下 管理员在登录之后 会看一些一些问答的时候 会发现有一个这个 他进行回复的时候 先来看一下有没有管理员 把这个管理员删除 就一个管理员 他在 进行问答中心管理的时候 查看有没有人进行留言的时候 准备回复的时候 我们就在这边执行了我们的 xss的代码 xss代码主要就是 添加一个管理员 配合csrf添加一个管理员 我们来看一下 可以看到这边已经添加了两个管理员 第一个是在 这边点打开的时候 会在这边读取一下这个链接 然后发现里面有一个 xss 通过csrf 然后添加管理员 添加了一次 然后打开的时候 又添加了一次 就是添加了两次 csrf 比较高级的利用就是配合其他的一些漏洞 来进行csrf攻击 这里我们就演示了通过xss漏洞来 配合csrf来进行 在留言处 添加管理员 这是后台管理员在访问留言的时候 房不胜房 添加了一个管理员 我们就可以直接通过添加的管理员进行登陆后台 最后的是客户小西题 主要是自己搭建一下提供的测试网站 测试网站我们在上一节 可以已经提供了 最后是根据讲解的检测方法自己复现一遍检测过程 最后是感谢大家的收看 稍微检测的μαate